大家好,今天来分享我的朋友土干的经验 为什么要早早准备照顾自己 我的客户或我的朋友里 有些在55岁上下时 就记忆衰退了 一位女友让我帮助她 我说建议她把要做的事情写在一个笔记本上 写上日子,笔记本总放在固定地方 结果她丢了笔记本 我说买一个大的笔记本,不容易丢 她买了一个A4号的笔记本 结果又丢了 我说再买一本,直到习惯为止 结果笔记本又丢了 后来买了三次,全部丢得无影无踪 我真的想不通,这么大的笔记本 这么小的家,能丢到哪里去 简直就是见鬼了 我妈妈后来患失忆症 我每次出门买书 她要读,我就把书放在桌子上 第二天,书就没了 还是好几本,上天入地的找不到 有一个客户把自己的假牙都丢了 我实在想不出牙能丢到哪里去 还有把自己的睡袍丢了的 就是那种厚厚的长挂子 中间一根袋子记住 这么大的物件,能丢哪里去呢 失忆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症状 看到他们,我总是琢磨 如何防止这种恐怖的病症 上面的例子就是失忆已经发展到不能挽回的阶段 患者没有养成一个照顾自己的规范简洁模式 所以,人们要提早建立一个简约模式进入老年 我发现健忘的人动作都快 快到让我掩瘾 快到他自己记不住自己干了些什么 在干什么 琴姨说过一句话 慢慢来,一件一件事情的做,就好了 真的可以这样,可以先从动作慢开始 你试试,慢慢地走,慢慢地拿起一件东西 你的思绪会清晰得多 我有一次去超市,收款时 机器打不出账单 收银员重复操作三次都没有成功 他说,机器出故障了 我说,请你试试 你的每一个动作慢一拍 机器是电脑,像人一样 你太催促,他就犯错误 收银员于是慢慢按 不是慢慢按下去 是每一次按键,中间留长一点的时间 结果账单就打出来了 我们要有意识地给大脑一个安静空间 给大脑一个合理速度 不要越带我们的大脑 它是不好一气 想想我们每个电脑只能用几年 最多不过二十年 可我们的大脑要带领我们 过七十年,八十年,甚至一百二十年 不优着点,行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